欢迎回家,我是欣欣 最近离我的婚礼只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如果有在IG上面追踪我的,大家应该就知道 我最近有比较认真的在饮食控制 也蛮多室友有私讯我说 真的觉得我最近影片照片里面看起来有瘦了一点点 真的很开心 虽然我是用真的非常缓慢的速度在减重啦 其实我是一个超级爱吃零食跟甜食的人 所以我平常就是很痛苦 就不能吃那些精致淀粉跟洋芋片 于是我今天就选了iHerb上面10款健康零食 要来实测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那我过去其实就一直都是iHerb的爱用者 我从2021年第一次使用到现在 这次呢除了买了这一整箱的零食之外 也有帮太阳先生捕获他的保健食品 如果你还不认识iHerb的话 他是国外一个非常有名的购物网站 但是他的界面都是中文的结账也很方便 不用担心 上面除了有饭售刚刚提到吃的还有保健食品 也有沐浴用品跟美容保养的用品 我觉得特别适合有特殊饮食禁忌的人 像是必须吃无敷质啊或是无乳制品的食物 有在健身跟饮控的人 也可以找到很多高蛋白的补充品啊 还有各种比较低热量的食材 单纯很重视健康的人 上面也有很多天然有机的食品 还有各式各样的保健品 基本上只要有买过一次 再回购的几率就超级高 不管你有没有使用过iHerb 如果等下看完影片 你想要马上下单的话 记得使用我的折扣吗 那我们就不落实马上开始看看 今天的10样零食到底好不好吃 首先第一二样 我们先来试试看过干 第一样这个Addon Food的有机蔓越莓干 吃蔓越莓干对女生好像应该是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我特别找了iHerb上面 评价最高最多的一款蔓越莓干 来吃吃看 它是非常的低钠盐 又有有机认证的 因为果干这种东西最忌讳的就是钠含量很高 香气算是要靠蛮劲才闻得到 不是那种一打开就超香的路线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诶 跟那些市售的没有什么差别啊 它的酸度跟甜度掌握得很刚好 因为它的甜度是不会残留在嘴巴里面 然后一直让你觉得很深口水很深痰 不舒服的那种 不会耶 果然是有机的 还有在吃真的水果的感觉 它的成分真的超级天然 原始的蔓越莓 然后还有原始的苹果汁 跟葵花油 就只有这三项诶 哇 超级天然的 完全没有加额外的糖 再吃就要口不吃 不能再吃了 好吃耶 蛮推的 第二项是Made in Nature的有机甘理籽 挑选蔓越莓干的时候 就顺势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水果干 我发现iHerb上面有超多 果干类的健康零食 如果你是爱的人可以去逛逛 那我就挑了相对比较少见的甘理籽 因为我也很好奇 它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 评论有很多人提到说 吃这个吃个五六颗 酱会有助排便 我觉得超酷的 摸起来里面是 超大一颗的果干诶 真的是一整个梨子诶 我以为它是有把它切成小小一块一块 哇超不甜诶 一分糖的那种甜度 超级不甜 感觉超天然诶 我看一下 它成分就只有 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物了 真的超天然我吓到诶 刚前面那个它还有加苹果汁嘛 这个是完全没有额外任何的甜味 你一放进嘴巴就可以确定它真的是一个纯天然的果干 品牌名取啊真的是很名副其实诶 如果要比的话其实我会比较喜欢刚刚那个蔓越莓干 我还是想要它甜度稍微再高一点点 吃完两款甜的之后呢 我想要先来吃一些咸的饼干 第三样是这个Sea Point Farms的海藻翠片 应该就是海苔翠片啦 我选的是它这个最热卖的杏仁芝麻口味 它的评价跟盘名真的是高到我无法忽视 不然我其实光看长相我是没什么兴趣 仔细一看发现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 它这一包只有170卡 成分一样是非常天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添加物 嗯 好香喔 小小片的 然后里面有夹杏仁跟芝麻 还蛮好吃的诶 主要是咸味吃到后面会带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跑出诶 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不喜欢吃杏仁也不喜欢吃芝麻的人 所以我才会更没兴趣 但是它把它做的好脆 吃起来真的有一种比较无负担消除自己罪恶感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好吃的诶 外国人好会做零食哦 很爽脆 然后不会太重口味也不会太咸 太刮嘴 觉得蛮推荐给你喜欢吃海苔的人 精致的海苔零食 接着第四样神饼干是这个 Merry Scone Crackers 我选的是大蒜迷迭香口味 它有超级多种口味的 这一款饼干呢是玉米饼 是不是够健康 而且呢它是无肤质全素的 还有加上奇牙子 评论里面有蛮多人说意外的很好吃 应该是因为大家都觉得看起来没有特别令人惊奇跟期待的感觉吧 它这个外形感觉就很普通 哦 它里面是透明的袋子 我觉得刚刚那三个很好的一个点是他们都是用夹链袋 吃不完之后就可以直接把它封起来 像这一款就没有 你就可能要比较快把它吃完 哇 蒜味超级重 有一点点孔洞跟应该是迷迭香的香料 好浓的香气冲到我鼻子 大蒜跟迷迭香的香气都非常的足够 调味上来说是还蛮厉害的 可是我自己没有那么那么喜欢 它用了非常多种骨粉 会明显感觉到一个骨物味冲出来 这种到我会吃的过程中就感觉到说 嗯 这是一个很健康的零食 也没那么爽脆的感觉 所以这一个我比较还好 吃了两款咸的饼干之后 我们又来回到甜的东西 这次呢我有买一个 是我自己在iHerb回购最多次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Bob's Red Mill 这个是无肤脂的燕麦 我一开始会知道 就是因为我有在看一个国外的YouTuber 他就有推荐说这个品牌非常的好吃 我之前回购的那三次 蜂蜜口味都是卖光的 所以我每次都是买美国口味 我这次好不容易看到蜂蜜口味终于有货 我一定就是要先选它 我以前是一个不吃燕麦的人 开始学着吃燕麦也觉得燕麦越来越好吃 就是因为这个牌子带领我的 是今天的食样里面 唯一一个我真的有吃过 然后很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包装超级可爱 然后我准备了优格 我们来吃吃看 哇 蜂蜜的更香欸 它有一个天然蜂蜜的香气 我感觉这个做隔夜燕麦一定超级好吃 它有加一点点的糖 但是不会很多 不会很甜 我觉得这两个口味比起来 我好像还是比较喜欢之前买的 那个蓝色包装的这个口味 它里面呢还会有一些些 麦果的小方块小碎片 融在一起吃的风味跟口感都更丰富 大家如果有在吃优格 有在吃燕麦的话 超爆推荐这一个 接下来呢是一个我觉得本次最猎奇的东西 天然即食布丁 我那时候看到它是因为 它排名跟评价也都蛮好的 然后我想说 这个东西真的会好吃吗 而且它是无糖的巧克力布丁 然后长这样 非常非常好奇 所以我想说吃吃看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欸它是粉欸 难怪它会长这么小包 因为它是粉 它这个是完全无加糖 卡路里只有25卡而已喔 它呢就是你要把那个粉跟牛奶放在一起之后 用搅拌器把它搅拌个三到五分钟 然后再放置五分钟 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麻烦 光这一点我可能就不太会回购了 卖相有点不是很好看 好甜喔 我觉得超甜 如果刚刚那个甘梨子是一分糖的话 这个应该是正常全糖的甜度 我觉得太甜了我不行 而且那个甜度不是很舒服的甜度欸 口感也说不上很好 还真是没有突破的眼镜 就是跟我原本以为的一样 就真的有点雷 可是我给你们看它的那个评价 是真的还蛮高分 而且非常多人买过欸 我真的不想再吃第二口了 大家还是去Seven买布丁好了 下一个是这个椒盐脆饼干块 它是今天看起来最最饿的一款零食 pina butter 所以呢它里面是有花生奶油夹心 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在真的要减重的时候吃 但是至少它的成分什么的很天然 所以我就想说还是选一个 我太想吃吃看了 可以说是我这次最期待的一款零食 然后它同样是无肤脂跟全素的喔 要在无肤脂的情况下做出很好吃的 甜品或饼干啊蛋糕啊 是没有很简单的 哇超香 超香 因为我超爱吃花生 这个花生味超香 长这样子小小的 嗯 给你们看它中间的那个花生线 一放入嘴巴的时候 你马上感受到的是 它表面那个椒盐的咸味 开始咬它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它外面这个颗很硬 我觉得有一点点太硬了 比较扣分的地方 然后再咬进去之后 就会是里面的内馅 少少的 可是非常的浓 不断有它外面的那个椒盐的玄味 跟里面花生甲心的味道 这样子跳来跳去然后综合在一起 很搭 我觉得还不错 可是没有到那种超级经验 可以买来尝鲜 但可能不会一直回购的路线 下一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蛮酷的东西 是有机的冻干草莓 最喜欢的水果之一就是草莓 然后呢它一样是没有加糖 然后非常有机天然的 而且它说有很多的维他命C 哇 诶我吓到诶 超级无敌香到炸开 比刚刚那个花生更香 真的是草莓的颜色跟长相诶 好酷哦 我觉得很好吃诶 都是什么新科技的零食啊 超级真实的草莓哦 完全没有加工草莓味 那因为草莓其实本身就带酸嘛 所以它其实整个感觉是酸酸甜甜的 它咬起来口感是很空气的 我来加加看在那个刚刚的优格里面 很合理耶 口感变得比较丰富 不过因为它本身没有加糖 然后草莓的甜度也没有那么高的关系 所以放进去之后 比较剩下的是一个草莓的酸 这个很推耶 蛮喜欢的很惊讶 接下来这款Wips的干酪脆片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应该蛮多有在关注 或是有买过iHerb的人都认识它 然后它也常常卖到缺货 我本身是一个超级无敌重度热爱起司的人 我是可以单吃起司片或起司快的喔 所以呢我非常非常期待这一款吃起来的味道 看起来像是把起司做成像洋芋片饼干的形式 我还买了两个口味 好期待耶 我感觉有够 有够起司的 它就是用真实的起司直接把它做出来 哇 哇 又是一款很香的零食 起司味超浓 我好爱喔 嗯 长得很可爱耶 它有一个一个小小的孔洞 好咸喔 有点太咸了 我觉得它一咬下去的前半段 我觉得超级好吃 就是很像那次真的起司 只是变成饼干的口感 后面变得好咸好咸 真的超级咸欸 可是真的好还原喔 我来等一下看起司片饼干 我觉得它不能单吃 它需要跟别人一起 合在一起变得很好吃的一款饼干 我来吃吃看另外一个 Paper Jack的口味 颜色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这个好吃耶 但起司上面是有辣椒的 喔 满辣的喔 还是有一点咸 可是比刚刚那个好 以起司的还原度的话 我是给它满分 但是以纯粹当零食吃的话 是真的太咸了 没有办法这样单吃 很快的到了我们最后一样 是我私心想要推荐给你们 这个牌子的调味料超美的 这个是iHerb上面还蛮有名的 调味料品牌 他们家的调味罐真的做得非常的美 每一种不同的调味料 然后它呢都是这样子转的磨罐 我自己觉得磨罐磨出来的香料会特别的香 尤其是在你料理的时候 直接这样子转上去我觉得那个香味会更好 他们家的香料都是天然或是有机的喔 摆在厨房真的是有够好看 我真的是没办法抵抗 这个在台湾真的是买不到这么漂亮的罐子好吗 以上实际上iHerb健康零食就试试到这边啦 那我最后呢要来选出我今天的前三名 第三名因为我真的是选不出来 所以我让他们两个并列 也就是这个燕麦跟丼干草莓 因为这个丼干草莓真的是让我很惊艳 这个就不用多说我真的大推 你吃燕麦一定要买它 这两个是我的第三名 第二名呢是海藻脆片 刚刚这样吃完一整轮之后 吃了那么多零食就是有点 你不会想要再吃零食了 我还是会想要把这个打开来吃个一两片 我觉得它一定会是我接下来 最常拿出来吃的一款 最后第一名我要颁给 登登 第一个吃的麦月莓干 刚刚第一名是我选最快的 我马上就直接挑出来了 因为我之前其实有吃过 蛮多个牌子的麦月莓干 一开始吃会觉得很好吃 可是久了就会觉得很甜 嘴巴里面就是流着那个糖的甜度很不舒服 但这个我刚刚吃完这么久 我就是都完全没有感觉 非常非常推荐你不管要上iherb买什么 保健食品啊或买其他东西啊 你就带一包这个回来吃吃看 推推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零食对你来讲很新奇很有趣的话 你去上iherb的网站看会发现更多更多 意想不到的零食 或是说你最近呢有在银控有在重视你的健康 或是你家人的健康 我都非常推荐你点开下面资讯栏的网站连结去逛逛看 不管你是旧客还是新客呢 都可以记得使用我的折扣码输入之后 就会有专属的优惠哦 接下来这段有点无聊 那你们要仔细听 因为是要教你们怎么买才可以省到钱 因为iherb是国外的网站嘛 所以它的东西都是国外寄过来的 半年内只要在2000块以内 可以有6次的订单免关税哦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买爆买了什么4000块 那你就把它分成两单去下单 这样你就可以免掉那个关税 半年的区间是用1到6月跟7到12月去计算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超级大户买超多次 或是量超大的话 它就是会帮你先预扣关税 通常呢预缴的关税都会比你真实 在清关的时候被扣的还要少 如果最后有符合退税的条件呢 他们也会直接把款项 退到你原本的信用卡里面 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包裹 在海关那边被清关的时候 速度快很多 就可以让你超级快收到货 像我每次几乎都是一周内就收到了 那如果你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或是跟我分享你自己 私藏的iherb清单 我下次也来买买看 最后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跟follow我的IG 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下支影片见 大家拜拜 它的成分说它是原始的蔓越莓 然后还有原始的苹果汁 跟 那个 那叫什么 向日葵油 不是向日葵油啦 是葵花油才对 他正在转才能有的时候 我的漆火 我发颁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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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是